直火燒烤牛排鮮嫩多汁 餐點創新華麗吸睛 位在新義區百貨十四樓的餐酒館 去年底開幕一味難求 同集團還有另一家餐廳 也很夯 搭上龍蝦旋風 肉質肥美多汁 整隻龍蝦搬上桌霸氣十足 這一張張照片 都是餐飲集團 委託攝影師操刀拍攝 要用來放在新菜單上的 但如今卻被爆料 照片拍完了 錢卻拿不到 總共拍兩天 然後兩天大概有二十幾道 二十幾道基本上 如果是照他原本 每一道都要選的話 至少會有一個三十幾張照片 投訴的是一名賀姓攝影師 他花了十四個小時 拍了上千張照片 按照行情 是要收兩萬兩千四百塊的 但從二月底 三月初拍完照後 等啊等 等到七月了 錢還是沒拿到 到後面 我跟他們在請 訂金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什麼回量 指控業者如同人間蒸發一般 訊息不回 電話不接 主打高消費的名店 怎麼連兩萬多塊都付不出來呢 原來餐酒館因為疫情早已歇業 而龍蝦寶餐廳 則是已經易主經營 攝影師當然拿不到錢 當然一開始沒有做訂金或是簽約 這是我自己單方面的問題 但是想說這規模算是不小的一間餐廳 沒必要搞這種東西 這是空號 請查您電話號碼後再撥 實際資電集團 網路上的電話竟然是空號 對話也一讀不回 這筆錢想追回來 恐怕只能請法院幫忙 記者孫銀翼李湘怡台北報導